國小放學一大群小朋友排排站好 整理隊伍秩序的都是各家安親班的老師們 大家集合隊伍準備整批整批代往補習班課後輔導 在台南市的崇明路上短短500公尺距離 招牌上有的寫文理補習班或培訓中心 有的寫查查數學或某某英語 至少30家聚集在這條路上 形成安親班街奇景 就是因為鄰近崇明國小跟國中 總人數多達3000名學生 安親課後輔導需求大 我們學校對安親班是很友善 我們不但有平常讓他們到校內來接的 這樣子的安排 然後還有五天備案 他們可以到走廊上來接 離開學校到補習班會經過馬路啊 等等有很多危險的因素 所以我們就會希望孩子是有秩序的 然後有規律性的就是排隊 依序來到補習班 差不多三分鐘的時間 學校跟安親班合作無間 就是因為八成學生都在放學後 繼續前往安親班 也說明了現代父母雙薪家庭多 放學後陪伴丁功課的角色 只能交給安親班老師 也令人憂心親子關係是否更疏離 如果現在安親班慢慢取代藥室兒童 可能父母還是要跟孩子溝通一下 他因為現實環境的關係 他可能需要送他去安親班 專家認為安親班兒童是目前台灣無法改變的現況 因此建議家長要針對安親班教學環境 精條細選為孩子把關好品質 以免讓孩子置於風險之中 接著台南高雄綜合報導 原來 Ward,從前前 非常的緊張 劇